好,Book 2工作址611的第四條 現在有一顆子彈 它的速度是600 過了這個板之後 它的10CM板就減速 現在這個子彈因為經過了一塊板 就減速,很合理成章 現在就問你木板 其實給了幾多磨擦力 這條題目是有兩個做法的 我們先就是未學能量之前 是有一種做法 學了能量之後也有一種做法 我現在先示範方法一 不懂能量都可以計的就是 因為初速是600 出來之後是450 位移是0.1米 可以嗎? 10CM即是0.1米 你其實就可以計到減速度 於是你就用V2次減U2次等於2AS 於是你便會計到減速度 減速度 減速度就是4502次減6002次 然後除2-1 除2-1 即是A是-7-7-8-7-5-0-0-MS-2 其實子彈為什麼會減速呢? 如果我們用F等於MA的話 磨擦力就是令到子彈減速的原因 就會等於那顆子彈 用運動方程和牛頓運動第二定律 就是磨擦力 便會等於0.0.01乘以–7-8-7-5-00 我說計算是等於7-8-7-5-牛頓 負7、8、75牛噸 所以答案是B 這是用舊方法 重力才是F 重力才是W等於Mg F等於MA是一般的牛噸運動第二地位 第二個方法 是什麼方法呢 就是能量的方法 就是子彈 因為經過木板 就會失去動能 為什麼會失去動能呢 就是因為有負的作弓 就是說其實這個不見了的能量 就是說失去的動能 其實就是等於對抗摩擦力的功 就是等於對抗摩擦力的功 所以情況就是 二分之一MV二次 減二分之一MU二次 就是後期的動能 減前期的動能 就會等於磨擦力 乘以磨擦力呢 因為快板呢 是10cm 就是0.1米 所以磨擦力 只是施行了0.1米 然後就抽了一個二分之一M出來 然後就是 450的二次 減600的二次 就會等於 FR乘0.1 所以磨擦力 就是-7-8-7-5牛噸 兩個方法都會做到B的 快慢你自己決定 行不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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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